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我的频道 今集是我Kiko和大家来过高特模型的视频 我们上集拍了这个 开箱了 但我们今集不是说要弄这个很多 只是用来开箱而已 所以主角不是他 而是这些这些叫做弄高特模型的工具 那这个呢 就是钳来的 不是专业的高特钳 但普通一些都可以剪到的 还有呢 我之前在那些高特模型店买的马卡笔 蓝色的 那他开出来 然后就是这样啦 然后他呢 里面有两粒 那些铁珠的 搖起来是有声的 那当然用之前是要搖一搖 否则放两粒 就是这样 那不如我们首先开了这个钳 这个钳呢 直接这样拉出来 然后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钳呢 是有点利的 那大家都要小心啦 用的时候 小朋友的话 都要有家长陪同的 那就是这么大而已 不会很大 那我用什么来收纳呢 就是这些笔袋 这样放进去 那刚才那个呢 就在这里啦 那这里有三夹的 我都觉得不错 那可以放在这里啦 那有戒刀啦 钳啦 还有这个钳 对啦 然后有一格呢 是我做什么呢 都是装贴纸 水贴的 对啦 那跟着我们事不宜迟就砌一小部分先啦 那我们要砌什么呢 让我看看一看先 那因为我有些都已经砌了啦 那我们不如就砌 砌... 我们砌一些工具啦 就是一些枪啦 武器那样 好啦 那我们就砌武器啦 那我们今次也够砌... 枪啦 这个啦 好不好 还是没有 哎 好啦 最后决定 盆牌啦 盆牌漂亮点 好啦 那我们立刻看个摄影子先 那是要D啦 那我们先找D出来 D啦 那我就找D啦 然后其实我通常都会... 全部都找到这些... 东西先啦 那我到有时可以一次剪出来 那这个B1 再A2 A2 A2 这里 那我通常都会再找一下... 有没有一些是后臂的零件啦 那我可以... 再... 再... 漂亮点 因为之前呢... 上一部红... 红红的粉粉的那个... 就是有... 有... 另外一... 就是... 鞋啊... 成都... 都有另外一种颜色的... 那我们就顺便看看... 那... 现在就... 看完啦... 没有... 那就开始砌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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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把铅拿出来... 好了... 那... 接着... 现在我要剪这里... 那... 就是... 这样... 打平它... 然后剪... 然后呢... 它是没有... 就是... 觉得... 好少少... 就是... 比那... 铅呢... 是好很多的... 对啦... 好多的... 这样... 少少不会有... 是出来啦... 很噁心的... 不错... 那... 当然... 那... 那... 如果那些铅是不好的... 那... 剪出来... 就算你...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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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剪完这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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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些铅... 或者... 你不想補一些水口... 那... 那... 你一定是要... 很... 很漂亮的... 就是... 不可以... 整完两个铅就出来... 一定要... 四... 四个... 剪完它... 不可以说... 是... 呃... 就是... 剪三个... 就是这样... 对啦... 就是这样... 然后... 我们... 就... 到这个... 中间的部分... 那... 因为... 我看... 有三部分... 那... 就是... 中间... 前面... 那... 我现在是... 剪中间这个位置... 中... 那...中间呢... 是... 那... 如果真的剪... 虽然现在是没有啦... 就是... 我们... 是没有那些... 那么... 科幻... 又不算是科幻的... 就是... 这些... 其实都是卡通片... 然后弄的高达... 这样... 那... 那... 我们也没得去... 玩啦... 就是... 没有这件事... 是... 都是用一张卡来玩的... 好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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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到这里... 那... 如果真的... 去玩的话呢... 我觉得... 我一定会更加... 用心碼性去做... 然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去... 演戏呢... 又有... 有时... 说什么... 加了什么... 不知道什么东东... 然后又有什么... 防护... 吸了别人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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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是... 对... 那... 我完成了! 裁子... 那... 贴纸和E1里面的零件 我找到了 我觉得这个键是蛮好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个位置是直接插进去 如果是很刁钻的位置也可以很轻松 因为正常都是直键来的 例如这个键 或者可能还有一些 即是高刀砌的时候会用 例如这个 这个 太长的话也不会用 因为根本用不到 而且用键呢 有个好处 因为通常用剪指甲的键 通常剪了一两个键 就不会再 不会再键 就直接拔出来 就是有个不好处的 如果有个位置是很小的 一炆就炆断了 之前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小心点 好 这里也准备了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这个 要贴纸 那这里 当然是贴纸 OK 反光了 你看 不反到这边 反到这边 就会变黑的 对 那这个呢 就是要 5 5 1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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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还有另外一只键 不止这一只键 那一只键 是 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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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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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键 锟 我覺得用鉗子差很遠 最少不要凸出來 近一點 那我們下集再見 我下集呢 我就會... 咦? 怎麼卡呢? 咦? 我下集呢 我會... 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哪個部分要磨的 會用這支marker筆的 那我就... 欸... 順便說一下 這些marker筆是有... 分... 三... 分四種的這些marker 這些是平頭 還有這些... 好像... 折... 折... 好啦 那我那些就... 買這個關子 留下集再說 那... 我們今集因為差不多了 那... 所以... 我就... 留下集再說這些詳細一點的 好啦 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 like subscribe 開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你的... 朋友啦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好